我想美国的海军是全球海军 其实他平常对于他军舰在海外的行动 他不太特别发新闻 那么这一次呢 他也证实了他们的神盾舰绕进台海 我想这个是对于共击共舰 这一阵子不断绕台 他很明确的表态 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 是一种明确的阻吓 那是不是对台湾有所支持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任聚哥也讲到 这两艘神盾舰绕过了之后 它是加入跟美国雷根号航空母舰的演训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跟各位很多观众朋友当过兵 就知道说部队照美军的准则 你训练完之后会下基地从事演训 那这两艘驱逐舰行过之后 加入跟航空母舰进行演训 代表说它在绕台那个时候 是处于一个战备完整的状态 上面的武器配备还是人员训练 都已经到了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状态 因为一艘军舰好像几百个人 有些每天都有人在退伍 有些人在加入新的加入 所以其实他不断地要进行训练 才能保持他的战备在一个完整的状态 那这一次这两艘舰 这个绕完之后加入演训 代表说这两艘是一个已经战备非常完整的舰艇 那因为美国海军的神盾舰超过60艘 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不是每一艘都在完全战备的状态 那这一次这两艘美国代表说 我不但派神盾舰来 我还派这个两艘是战备状态完整的 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舰艇来 我想这个意义是更加的确认 当然目前美国当然相对来讲 他也对中国也不是全然的就打压了 比如说薛瑞福他当然代表说 强调美国航空母舰当然有权利穿越台海 这个代表台海是一个国际水域 绝对不是中国的内水 但另外一方面他也非常委婉地讲 今年的环太平洋Rimpact演习 美国还是没有邀请台湾参加 但是他也说中国不用来 对中国是因为在南海太霸道 所以美国就不让他来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对中国也留一个小面子 就是说今年我们也没有邀请台湾 还没有邀请台湾 而且其实神盾舰长期以来 也是我们国军想要跟美方 希望能够军构的主战舰艇之一 当然因为现在他的这个经费比较庞大 现在他的这个采购的顺序相对是比较后面一点 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希望跟美国采购 那美国用神盾舰绕台也相对代表 就是说台湾方面呢 暂时可能也不会立刻得到神盾舰 因为我们美国已经可以出来帮你顶了 帮你扛了 所以呢也就是说美国作为一个大国 它同时处理对中对台的关系 还是重中有轻 轻中有重 我想这一点呢 这个不过总的来看 还是台湾在这方面 在这一次呢得分是比较多的 好台湾在这一次呢是得分比较多的 这是这个我们国成哥的观察 但是我想问的是红鹿委员 我们来看到确实呢 共军在这个东海的演习 很多人都认为说 会自己吓自己说 这个是不是冲着台湾而来 但现在许多媒体都认为 他其实是冲着美日安保而来 那么不论说是环太平洋军演 或是中国的军演 甚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 美国他的这个航母还会再穿过台海 以及这个薛如福讲的 对于台湾的军售会常态化 这些讯息总和起来 我们怎么样就是就 刚刚像任俊也讲的 台湾像国防部 以及像外交部 或是总统府 我们自己怎么来看这个 美台跟美中之间 美中以及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我记得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 看任何台湾跟中国的问题 绝对不可以缺少 美中台的三角关系 缺一角你看了都看不到全貌 我这句话永远记到今天 我先讲 现在整个大趋势就是 中国的崛起 它在南海 然后在整个东太平洋这样子的崛起 其实是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的第七舰队 它以前叫做太平洋舰队 现在叫做印太 它的指挥官可以管印度洋跟太平洋 其实印太南海就被包在这个中间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当然要利用台湾的地理位置的优势 来替 可以讲比较直白一点 用台湾来替美国守护它的利益 那刚刚主持人讲说 这个军舰 我认为美国的军舰航行台湾海峡 以前也有 现在只是把它公布而已 我跟你讲 未来还是会有 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通过台湾海峡 我认为机会相对的低 因为 它有一次宣示性就可以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我认为航空母舰要经过台湾海峡 一个航空母舰的出动 其实不是美国说出动航空母舰 它就认为宣扬国外 其实航空母舰一个战斗群 它也是很怕 其实航空母舰 目标很大 目标很大 人家要攻击也很容易 所以我认为在短期间之内 它不会让它的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 它会在台湾的东边 在太平洋的边缘这边 就在那边就好了 那这次的神盾舰通过台湾海峡 其实除了刚刚两位评论家 讲的 我必须要讲 那个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 你知道吗 神盾舰上面它的巡弋飞弹 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 我们从中东的几次战争就可以知道 它从它的那边发射飞弹 是可以发射距离非常远的 你想想看 它如果是一个战备的任务 这样经过台湾海峡 如果是战争的时候 它的飞弹可以打到中国内陆的城市 其实已经很相对大的意义跟中国讲 我不用派到航空母舰 我只要几艘驱逐舰什么来 对你的内陆就造成相当大的威胁 我觉得它这个战略的意义在这边 所以这个战略意义在这边 它一方面是要嚇阻中国的 从第一岛链扩张出去之外 这次中共的这一次演习 在浙江外海这边这个演习 其实如果去看它演习的科目 跟它演习的内容 我跟你讲 它根本是在下台湾 根本是在骗台湾人的 它的科目 如果你去看它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 是反海空飞机跟战舰 从太平洋过来 所以是另外一边 它不是登陆了作战的演习 我跟你讲它如果要打台湾 你应该训练的操演目标 是应该是登陆作战演习优先 又要登岛 登岛啊 台湾啊 对不对 那它现在它这个演习的科目的重点 我们就看到它 就是说反制从空中跟海面 从太平洋过来 其实是怎样 美日安保条約跟台湾 美国一直强调的第一岛链 这样子 我觉得它的演习的科目的重点 就放在这里了 所以它顺便再发一个新闻 说台湾不要台独不要讲 我跟你讲它是一石二鸟 但是你真正去了解的人的话 这个我也跟国防部问过了 对啊 他们的演习科目就根本不是登岛的科目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是要恐吓台湾 你至少也来演讯个登岛的科目 所以它这一个 其实是做给美国看的 但是呢 顺便又发一个新闻 来下下我们台湾人 它的重点在这里了 好一个一石二鸟的所谓的这个演讯 但是我想问国城哥的是 在现在的环境氛围之下 我想国人也都会认为说 美台关系是稳固 而且持续加温的 但是当这个众议员 也帮我们讲了这句说 一中一台 是解决台湾存在 唯一的方法的时候 这个到底 帮我们还是害我们 因为我说实话 这个听了大家开心 但是中国听了就不开心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 也是说给中国听 而对台湾来讲 真的可以获得 我们实际上面的支持吗 真的就像他讲的 这个美国国会是台湾的 守护天使吗 因为从这个今年以来 美国国会已经陆续通过 好几个法案 是对台湾有利 中国不高兴的 所以其实它也只是 延续这个政策的脉络 但是呢 行政部门要不要对国会 通过的这些法案 全部买单 其实这个倒还不一定 行政部门还是保有 保有一定的弹性 不过呢 我个人认为 这个重量级的国会议员 开始讲这个话 至少代表说 在国会的层次 开始思考什么呢 一中政策 美国常年来的一中政策 一中主张 行政部门呢 因为它有对中国外交的 这个要求 它在中国有大使馆 它每天要面对中国 所以行政部门呢 像那个船比较大 转弯比较慢 可是呢 国会这边 民意机构 比较灵活 它已经代表说 在国会有很多议员 已经开始在思考 一中政策 就是传统上 就是所谓的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美国对这个 不提出意义 目前在国会 就我个人的了解 认为这一套说法 已经过时的议员 几乎已经是主流 谁会认为说 你现在 美国还是要去follow 这个三四十年前 他们开始看到的是国际现实 现实面的部分 有人看到的是国际现实面 有人是比较学院派 认为说海峡两岸 其实是两个实际上的国家 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那有些人呢 其实有这个 将来还有一些雄心 认为说他有 朝更高职位过渡的国会议员 他会认为 现在来讲 美国还是要持续地 给中国压力 在这个情况之下 开始对这个政策 一中政策这些 提出重新的思考 对国会议员来讲 因为他不负责实际的行政责任 他这样提 不管在美国国内的舆论 在国际上 还是针对中国 其实具有一定的能见度 当然呢 那个美国政府的 这个行政部门 是不是就立刻会 做出相应的调整 还是要一些时间 比如说 台湾旅行法通过 我们节目也讨论过 可是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AIT新职的开幕 它还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 前几天呢 阿帕奇的这个作战队成军 美方呢 其实也比 大家都以为说 哇 这个会比较高阶的军事 现役的这个军事人员出席 结果 我们也有点失望 反而是日韩的外交人员出现 所以 我就跟刚才 跟大家 各位观众朋友 包括 美国方面呢 目前还是 重中有轻 轻中有重 而且呢 台湾方面呢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美国呢 跟中国正在进行贸易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台湾呢 第一个 当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但是在这个时候 也不必特别的 去加入这个贸易战 或者说 这个时候特别 好像特别表现的 我们非常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强化台美关系 要跟中国 这个 对对呛 这个我觉得 现在政府 从这个陈明通主委 到美国去发言 我认为他有把握到这一点 对于美国呢 国会议员对我们的 这种有台的谈话 他们对这些政策 重现思考 好 我们呢 就把它放在心里 好 慢慢累积起来 这个就是将来的资本